老师好,大家好,我是19号黎俊敏 我的研究主题是全联结账体验的优化设计 今天的发表向分成研究背景、目标、方法、发现、设计方向和建议共六个部分 全联在2017年以取消装带服务并设立了自助装带局 目的是为了保护全联本身的员工也希望加快结账流程 然而截止至11月,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消费者或员工对于自助装带方面的课数或不满 因此,本研究尝试理解全联结账流程经常阻塞的原因 并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为全联优化消费者在结账的体验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以全联性一松性点为基础 并透过无干扰式的观察法,在周末6日两天的两个巅峰时段观察共32位消费者 再透过纸笔和手机记录 观察是将分成排队、结账与装带三大类 以下是该全联分行的平面图和结账流程 该全联分行目前分配四个收银柜台以一个自助装带区域 而全联所定下最理想的结账流程就只有四步 然而在卖场中的实际状况往往并不是如此 在结账行为方面,我们共整理了九项结账行为 而其中六项行为会造成后续结账流程的阻塞 本研究在结账流程阻塞的定义为 在消费者未离开收银台前 收银人员已经为下一位消费者开始结账流程 接着,本研究以结账行为归纳成三分类 非结账问题,现金问题,以及装带问题 在非结账相关问题中 消费者在结账过程中提出全联APP 补办福利卡,退货等等的问题 而其中占了25% 而这些消费者平均花费的时间为4分16秒 是总平均时间超过两倍 接着,有关现金付款的部分 其中占了37.5与21.8% 占将近了60% 从观察记录中发现 目前现金付款的比例还是占大多数 但本研究进一步发现 现金无论在最大值或平均值所花费时间最长 另外,尾端装带将与下一部分一并分析 在继续进行分析前 先跟大家介绍全联目前装带的SOP 全联目前的装带SOP称为蓝对蓝 即是消费者在结账时需要将商品放置二号 经过收入人员的扫码后再放入死号蓝子中 这时消费者再把结账好的蓝子 带到自助装带区域进行自助装带 经过统计,目前的装带行为分成五种 而其中蓝对蓝转带和蓝对带将造成结账流程的阻塞 而这是一个蓝对蓝转带的例子 也就是消费者在柜台尾端从蓝子中现场装带 而其中占了32位中的22位,将近了7成 而在这22位消费者中 将近8成的消费者造成后续结账流程的阻塞 最后自助装带区的行为分成六类 其中排队等待装带与站立装带 为装带流程阻塞造成的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的14人在自助装带区整理商品 而本研究进一步推测原因 认为消费者在柜台尾端装带时 会产生与收银员竞赛的心态 希望可以追上收银员的速度而匆忙装带 导致后续发现带子空间不足 而需要到装带区进行整理 最后,本研究行为分析可总结为基点 消费者在排队时 因为被引导预备动作 同时也需要收银人员安排排队人流 而在结账时 SOP未被撤离的执行 2.5成的消费者会提出非结账相关的问题 5成的消费者还是会选择现金结账 并3成的消费者会报首机号码联系点数 最后,在装带时 也欠缺自助装带动线与视觉的引导 造成后续结账速度变慢 接着,结账体验的设计方向 会以全联本身先天条件为基础进行设计 经过统整 全联门市目前现况除了室内空间略小之外 人力资源的年龄层也偏高 也因此科技技术的接受度处于市中偏低的状态 在与其他超市品牌相比之下 其中中国河马与Walman得来速服务 以人力资源为主 而日本Lawson,美国Amazon或新加坡的Honestby 以硬体设备为主 而最后,美国的Amazon则以科技技术为主 而目前全联所需要的是 花费空间与科技技术偏低的策略 最后,本年就要把策略融入问题点内 进行短中长期的归类后 进入设计建议的阶段 首先,在短期建议方面 针对人力相关问题提出建议 针对非携帐相关的问题 可以参考CitySuper以对讲几乎交机动人员 处理结帐以外的事物 另外,在人流安排上 也可以参考马来西亚Tesco 在柜台上方安装显示灯 以传达不同的资讯 在中期方面 则可以以优化全联工具的策略解决 因数位化的发展 全联也在近期开始迈入转型 也因此积极地推出全联支付的应用软体 在这趋势中 全联其实可以朝向生态方面发展 所以在中期解决提案会 推出全联全新的生态产品 并融入环保购物带中 PXPEX主要是希望作为数位化的第一步 同时尽可能地解决收银柜台阻塞的频率 购物带希望可以改善目前结账的流程 而PXPEX其实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购物带 它还是一个专属自己全联会员的会员卡 消费者在出事购买环保带时 即可绑定自己的全联会员 并在往后采购时 直接将购物带套在购物栏上 而这时篮子底端将侦测RFID的标签 就可直接登入会员 消费者在采购时 也可以直接把商品直接放到 装有此购物带的购物栏中 而在结账时 消费者可将篮子放到柜台上 而这时新一代的商品标签将电子化 并会侦测消费者篮子里的商品 即可及时算出总额再进行付款 最后在装带的部分 消费者可以直接在自己的购物带的两侧往外拉 并倒包走人 省去最后装带的行为与时间 而PXPAC是一个可以折叠收纳的购物带 让消费者可以轻便地出门采购 满载而归 最后的长期策略 则是逐步结合科技 并希望可以减少全联消费者在结账时使用现金 增加加快结账付款的速度 而未来可以朝着Amazon Go 无人商店的模式 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